心泪吃红豆,眼睛累了吃枸杞,脑泪吃坚果,腿疲劳吃什么?你知道吗? 整天盯住电脑,忙到不能按时吃饭,开会讲到口前舌燥,人本来就是一疲劳动物,找不到时间休息的时候,你就需要这些食物里的抗疲劳神器 大脑疲劳,坚果 刚记住的时期转头就忘,提不起精神睁不开眼,心绪不安老想发脾气,这些表现都是大脑疲劳的表现 欧米加三脂肪酸是大脑自我修复所需的营养元素之一,让资讯传递更通畅 核桃,开心果等坚果富含这种物质,能为疲劳的大脑重新注入能量 但坚果汽油量高,每天的摄入量控制在一小把以内,深海鱼最好清蒸,少放油盐 眼皮疲劳,枸杆,肝脏 用眼过度会出现眼睛浅色,视物不清等表现 本草纲目中记载,枸杞,补肾生经,养肝明目 食用枸杞就有助于明目效果 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泡20克,25至35粒,的枸杞比较合适 但是,用枸杞子泡水或煲汤时,其中的药效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只有部分药用成分能释放到水或汤中 直接用嘴嚼,对枸杞中营养成分的吸收会更加充分 但搅枸杞子时要注意,在吃的数量上最好减拌,不宜过多 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腹泻的人最好别吃,虚寒的人服用会有滑脱泻泻之地 胃肥腸疲劳,小米 很多人不重视胃部问题,不按时吃饭 肆意吃得过辣,过凉,过热等,直到肠胃痛,得了前表性胃炎就开始注疾 小米是养胃法宝,本草纲目形容小米制反胃热力 煮粥时,一丹甜,不虚损,开肠胃 其实,我们平常通过每周三至四次的小米粥来养护,就能避免不必要的胃部问题 鸡肉疲劳,生姜,樱桃 做久了,难免浑身肌肉酸痛 这主要与乳酸和阻岸的生成有关 美国乔治亚大学研究发现,生姜具有消炎止痛的功效,能够缓解肌肉酸痛 还有研究发现,樱桃还有的花青素等生物素可促进血液回旋,对消除肌肉酸痛十分有效 鸡肉累了,不妨含两片生姜或者喝点姜糖水,吃一些樱桃也是不错的选择 运动后的肌肉酸痛要注意饮食平衡 嗓子疲劳,梨,白萝卜 话说多了,嗓子浅色,喉咙沙哑,可以用梨和白萝卜救驾 梨柔软多汁,有清热化痰,生姜质咳等功效,生吃或煮水都对眼喉浅色,咬痛,阴雅,弹愁等有效 白萝卜白萝卜有消炎的效果 切片煮水能释放出更多有益成分,可以缓解嗓子肿痛,嘶哑 此外,蜂蜂蜓,百合,甘蜡等也对嗓子疼痛有缓解作用,同时要避免过冷,过热的食物 血管疲劳,吃玉米 血管是血液输送氧分和营养物质到全身的通道 血管疲劳,同时也是排出新陈代谢之后的垃圾,残留物和二氧化碳的管道 即使我们在熟睡中,血液也会不眠不休地流动在身体的各个地方,一刻不停歇 血管疲劳是可想而知的,日常生活中怎么缓解血管疲劳呢?答案是,吃玉米 玉米 玉米富含脂肪,其脂肪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高达60%以上 有助于人体脂肪及胆固醇的正常代谢,可以减少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从而软化动脉血管 建议,常喝玉米变粥 建议,常喝玉米变粥 新疲劳,吃红豆 五色配五脏,红豆颜色赤红,红入心,所以李时珍把红豆称为心之骨,强调了红豆的养心功效 红豆既能养心火,也能补心血 其粗纤维物质丰富,有助降血脂,降血压,改善心脏活动功能等功效 同时又富含铁质,能行气补血,尤其适合心血不足的女性食用 而且红豆还离水肿,能清热趋势,消灼解毒 而且红豆本身含热量不高,富含甲 美、铃、铃、铃、铅、西等活性成分,是典型的高甲食物,是中老年人最好的护心食物 建议,红豆可以单独熬汤,也可以和铃鱼或鲤鱼一起煲汤食用 腿疲劳,吃香蕉 人老先老腿,腿部的虚弱无力往往是感受衰老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保持腿部健康首先需要长期不懈的体育锻炼 但是也千万不要忽视饮食对腿部健康的作用 当腿容易觉得又酸又掉时,可以吃些香蕉 一则是因为香蕉富含甲,可以有效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 二是因为甲可以排除身体中多鱼的盐分,使本来肿胀的腿能变得轻瘦一些 这样酸痛是不上劲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